她说让她朋友去 你就不让你去了 是吧 那我觉得 他让别人跟我一块去 他也不是我对象 我琢磨着 把钱给人家 配了得了 这事都干嘛过去了 完了这事吧 还不算完 还有呢 这事我都更委屈了 你知道吧 都是吧 有一次我搬家 我在外边租的房子 回来呀 我有挺多谢 女孩谢多 不挺正常吗 回来 她帮我搬家去 都把我这两楼谢 都给我放在楼盗里边了 结果敢 我出去搬家的时候 我这鞋子丢了两楼鞋呀 姐妹们 还在为专柜依依 价格昂贵 而烦恼吗 好消息来了 微信 360 425 415 每天更新 当季阿迪 耐克 欧实力 欧恩里 等各大品牌 圆丹美衣 明星铜很包包 这里有最棒的圆丹牛货 成招微信代理 一键代发 手把手 教你赚零花钱 这同道合的姐妹 或宝妈们 可以关注微信 360 425 415 女人 也可以靠自己 活得很精彩 请记住微信 360 425 415 我是宝妈 我为自己代言 Semida 都往外都怂我 那意思都是 我们不管这事 你除去 那你说 他身为我对象 他都在我后边 看着人家怂我 他也不说话去 那我说话 我当时我没拉着你走 我说了 我说你都憋在哪儿 跟人家摸起来 你说你摸起半天 有啥用哪儿 人家都杠着 检控没开着 你到最后 摸起到最后 不还是没有结果吗 戏不还是丢了吗 你检控 你不帮我找的 你当时说 你戒笔零用的 你给我问问些准忠吗 一层四户 那剩下那散户 你敲到门前 你问问 你问问 你说我媳妇的蟹 来哪儿呢 咋了啊 那我咋问呢 你说突然间 有人敲咱们家门 一开门上来的问题 我媳妇蟹 你看见了吗 那不精神病吗 你连敲门 你都不管 一个大老爷们 你都送到边 是咋的呀 那谁看见了 那一说 谁看见了 肯定看着你了 跟你说 小姑娘你那蟹 谁拿走了 人家肯定跟你说 用了你伤感 是温了 你说都松成这样的 不是你看了 现在这个体格子 都这么小 你看人家健身房 那个五大三 从那个脊肉上的 站旁边 都有安全感的 对吧 我都说 我带着她 上健身房 练练的 结果我带她去了 然后到那儿了 你知道有那个牙铃吧 有这么大的 还有更大的 一圈一圈 它不是往上落的 那样似的吗 结果人家都 拿的那最小的 真的就这样 就这样 都跟招财猫一样 从那会儿 这都这样 这比我 我当时我都看不下去了 一个大老爷们 哪最小的 回来我都走了 他跟着我走 回来到这边 看看这边 这气财腿沉 看看这边 这腿重 这边 这正面 这临不起来 举不起来的 回来他都上 跑步机那去了 跑步机那块 踩斗路人家 人家那块 都是在那块跑步的 他都把那跑步机 跳得最慢 一边走着 一边看电视 那你说你跟我一块锻炼 这来你有点伤心 忠不忠啊 他能够敷衍我 那啥叫敷衍你 那你一天 都会让你不上班吧 那你知道我呗 我上班看一天店 我多累当呗 我回来完了 我有多大精力 跟你上健身房啊 你都没有考虑过我 你知道呗 为啥我说他出轨 你知道的 你说我们两个 从马路上走着 马路上的男的 他都不懂得 给别人打分 咱们打分都 没说 你看这男的 哎呀 一说这男的腿太长 哎呀 太好 哎呀 给多少多少分 你看别人男的 哇 这男的胸肌真大 你说我们男的 在一块 讨论讨论女的吧 那属于理所应当 你说你一个女的 你讨论那的啥意思 傻叫你们男的 讨论女的 都理所应当啊 你只都傻叫 公平社会吧 为啥都你们男的 可以说看女的 为啥都不行 我们女的看看 男的有多好啊 那你看不 你说你看 你看你总跟我说 是啥意思 我跟你说 那是因为我想 让你跟他们学学 你改变改变 学好点不着 本身我都这样认 我为啥要改呀 你本身 你一开始 那你哪儿也 直接找那样的去 到现在没说 你现在不都是 外面有别人的吗 你到哪儿 你都嫌弃我 别说我有别人 你才有别人呢 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觉得 他现在不是 这都不是重点 我都是觉得 他不能给我安全感 刚才说的那事 我都想哭 我都觉得挺委屈的 明白了 我很好奇问问 你真觉得这个男朋友 就是要替你出头打架的吗 不是说让他帮我 出头打架 但是遇到事了 你是真觉得 他不能带给你安全感 是吧 对 好 监控的事 你刚才说的 确实是你真实的想法 是吗 对啊 那我想问问 如果你处理这个事 你会怎么处理啊 我肯定也会去问呢 然后呢 那我问了 问完了人家说 检户没开 那你没开呢 我有什么法啊 那你就活该认刀妹呗 你把现在的原因 你把现在的原因全部推到女朋友身上 认为她是跟其他的人好了 所以她看你不顺眼了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好 女生是觉得你男朋友在处理一些问题上面 实际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是吧 他刚才也说了 说让我活该认刀妹吗 行 这对情侣应该怎么走呢 听听老师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很明显吧 这个女方心里有别的人了 我真没有 肯定有 真没有 你是按照你理想当中的那个男人 去打造他 而你现实当中的男朋友 和你理想当中的男朋友 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说的那个人就是那一个 但如果真的是通过你的努力 还是无法达到你的目的的话 那真的就有可能 理想当中的虚拟的那个男朋友的形象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男朋友担心也不为过 对吧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有一个担心 你也说到说 你希望找一个人能够保护你 你也提到说自己没有安全感 但其实在你的心里面呢 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其他人的保护 但其实也源于你自己的敌对心理 你觉得卖减肥药没有达到目的 人家要退费 你认为是讹你 但如果我作为用户 有可能我觉得是维权 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件事情 在物业里面 人家明明没有监控 那就是没有 那么你摔了东西 再哭 再闹 再吵 最终还是拿不到结果 你这种敌对和敏感的状态 就激发了看很多事情的不顺眼 包括现在对男朋友的不顺眼 所以你爱生气 爱看不惯这个 看不惯那个 你自己心里也不痛快 但是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你的男朋友 真的像你想象的样子 他能冲在面前 真的去战斗的话 你不觉得他会给你惹祸吗 对不对 但我恰恰我觉得 你的男朋友目前 他用这样的方式 没有去那么的冲动 我倒觉得 帮你缓冲了一些极端行为 当然我也反过来说 男生有一个问题 他真的需要肌肉难吗 其实他要的 不仅仅是外表的肌肉难 而更多的是 在整个问题当中 你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 去用心去安慰他 去懂他 我当时很生气 我有点孤立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你有没有给他 一些心理上的支持 不是拳头上的支持 所以多懂他的那份 孤独难受的心情 他也可能 就化解了他的抱怨 他的眼泪 我觉得应该 说到他内心里去了 所以在此时刻 你能够读懂他的心 你就是他心目当中的奥特曼 谢谢 开始看小片啊 是说女生要的是男生给的安全感 其实实际一聊呢 得反过来 现在男生非常没有安全感 因为女生所有种种的表现 都是对于他的现状的不满 实际要求的你是什么 要求的是你的关注 其实从你们两个性格来说 女孩好像更想法简单 有时候一些行为是不受控的 而男孩呢 反正他是柔弱一些 软弱一些 不想直面跟人发生冲突 这两种性格在一起 还是蛮配的 如果说 这个男孩跟你的性格是一样的 麻烦了 这事闹大了 会升级的 反正他这种比较软的性格 委婉性格 他是可以缓解你当时 可能出现问题的状况 但是恰恰 他要的你是什么 这两件事表明了 并不是说你不够强壮 而是说你根本就不在乎 他在乎的事情 他的鞋丢了多么着急 你为什么不能想方法 帮他解决呢 他受到了客户的质疑 甚至于是威胁 你为什么不能帮他去解决问题呢 不是说一定要 替他出头去打架 不是 帮他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 你是根本就不在乎 他心中感受 不够关心他 他为什么要去和 别的客户去一起去吃饭呢 以前没有吧 因为他过去诉苦啊 你真的怎么想呢 你告诉他 其实真正的表达就是 你到底关心不关心我 你到底爱我有多少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吧 为什么你自己关注自己的事 而不去关心他呢 这点做好了 其实所谓的安全感 全都有了 就这样 我见过很多肌肉发达 但却很怂的男人 我也见过很多身体瘦弱 但该出手是就出手的男人 我也见过很多 能够潇洒地为女人打一架 但一个星期之后 就能把你甩了的男人 我也见过那些 躲在女人身后 却能够在你病的时候 为你端茶送水的男人 你什么地方 男人 你怎么办 我遍你 往前 你什么地方 我 你什么地方